关于奔驰E300柴油滚动版和E400汽油滚动版汉味的高尔电池的检测 测试激活平台的使用方法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这个准断激活测试平台有OVD点断接口 电源开关 激活按钮 关闭按钮和电压显示屏 还有这两条低压控制线和高压输出线 并且高压输出线上有128伏的灯泡和正伏级的端口可以补电充电输出 首先连接电压控制线到高压电池 高压接口 直接按键就行了 连接12伏直流电源适配器 到测试平台 开测试平台电源开关 点击计划纽 128伏输出显示在测试平台的屏幕上 同时高压128伏的灯泡已经点亮 万有秒测量 偏压1278伏 同时这两个输出段可以进行激活充电 连接OVD诊断插座 检测电脑选择奔驰 W212D机车 E400Handroid 点击BMS电池管理系统 打开 两个开关 读取版本信息 版本信息已经读取到 点击读取故障码 所有故障码已显示 返回 清除故障码 是 故障码已全部被清除 我们读取数据流 一般实际值全选 确定 数据流已经被显示 电量充电水平54% 大概输出128伏 结束器次数 还有低压显示 数据流可以测试到一般实际值 护锁电路的状态 决码电阻 以及电瓶 单元电压 等等 高压电池内部总共35G的单体电压 设计值 不是正常的 我们重点说一下这个高压介统 这个高压介统一定要上屏 按紧 没有上屏 手压紧都可以的 如果压不到底的话 在数据流上 护锁回路状态 是错误的状态 现在是正常的状态 再次点击激活按钮 我们看到一般实习值 高压车的电风电压 128伏 关闭 再次激活 现在这是正常的